第302题 题目叫做回圈 一定用回圈 不是用for就用fire 然后偶数连加 这个好像我们曾经做过 那偶数有个定义 偶数的话一定是能够被二整除 不过其实我们甚至也不用想那么复杂 你可以什么 range的部分你从二开始比较好 然后step step 2不就好了 那不就是等于是把所有的2 下一个不就4 下一个不就6 所以这里甚至你连逻辑判断都不用加 但是如果你要加逻辑判断 这一点也可以 只是说有点多实一句 那怎么做 它这个题目有一个 它说要计算偶数的总和 这个前面有做过 然后它是希望输入两个正数 正整数一个a一个b 那a必须要小于b 然后利用回圈从a到b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它意思是说从14到144 这个数字帮我怎么样 帮我做加总总和 所以程式该怎么写最简单 当然第一个我们也许先多增加一个ans等于0 for i 等于什么呢 所以输入的话这个可以放a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从什么 从a到哪一个呢 这个是b好了 1144怎么样 记得要加1 因为range的话它是在就是说加1的那个停下来 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b直接放b的话 它变1143就停下来 就不会产生1144 而11stap 最后把这个结果给加总 而且是偶数部分加哦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什么 stap 豆点2不就好了 所以哦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因为前面有写过了 所以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302部分 那这边的话第一个当然就输入a输入b ans等于0 那for i in range的话就是a 到b加1 OK 因为是stop停下来的位置 然后呢 关键地方在这里 豆点2就可以了 OK 为什么 因为它输入14 下一个是16 这偶数部分 然后呢 最后怎么样 ans把它累加 ans等于什么呢 ans加上i就可以了 所以那你可以写ans加等于i 或者是你可以写成ans等于ans自己本身 再加上i 两种方法都OK 最后的话呢 就把什么 把这个ans结果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OK了 执行14 执行14 执点1144 看一下结果呢 是不是327714 结果32714 没错 所以呢如果跟这个他题目要的结果 也会是一样的话 那就表示是OK的 就拿到分数了 那之前当然有同学会问到说 老师呢 可是这一题逻辑有点怪怪的 有点地方 假如说我的第一个A 输入的是G数的话 那当然结果就不OK 对不对 那是不是需要做一些逻辑判断 跟各位讲 因为这一题是正照考试 写这样就达分了 如果你再多写 便话舌偏除了 OK 因为这只是考试 但是实际上的状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OK 所以如果考试的话 写到这边就OK了 你不要没事 就一直开始想说 我里面是不是要再加一些什么 逻辑判断 如果那个A 他是G数的话 然后还跳一个讯息 跟他说 请输入偶数吧 不用 真的 这些 当然如果你要额外练习 你是额外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将来考试的时候 你就不要这样做 因为考试 这样做 不会让你增加分数 反而会没有分数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稍微输入 因为刚好有同学问说 第一个如果输入激素 问题这个就模拟情况 模拟情境 他只会输入激素 OK 就这样子 你就不用再写后面的 当然你之后 如果要自己再额外写 那又是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问题了 好 那第一个部分呢 是偶数 这个其实前面有讲过 所以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 再来 看什么 回圈倍数总和 倍数 那这个倍数部分的话呢 他这个题目 我也是看了半天 终于才懂 他说 什么呢 依照输入的词 计算所留5的倍数 总和 OK 什么意思 输入一个A 那A 我其实我习惯是看这边 输入21 那我就想说 这个为什么 会是输出50呢 倍数 为什么 因为 他这边是 21嘛 里面的话呢 有多少个是5的倍数 把它全部加在一起吧 我的想法 所以第一个 1 2 3 5 5是5的倍数 到10也是吧 所以5加10就15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加多少 再来15 就变30 对不对 那再来多少 21 前面有20 那加起来不是50 应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哦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你就要写一个回圈 那回圈里面的话 就让他逻辑 回圈 for I in range 从1开始 到点 21的下一个加1 有没有 然后做什么呢 if 那个I呢 能够百分比 能够被5 等于等于0的话 如果 那就把这个I 帮我累加起来 最后把累加的结果输出 那就是 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程式该如何写 请各位试一下 切一下 所以有时候 尽量如果可以 尽量就是 可以把那个 需要的逻辑 你快速的把它转换成对应的层次 如果你写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有学会了 学会 那学会之外的话 还要 够熟练哦 就是说你会了 然后快速写出来 那其次的话呢 就是 要写正确 OK 又快又正确 所以也许慢慢 可能 还要自我要求一下 就是说那个熟练度部分 要再加强 那正确度的话 也要再加强 如果这些 你都 已经具备的话 那如果你去考这个证照 真的是非常easy的一件事情 而且其实我是觉得 那有同学问说考证照要干嘛 其实第一个啦 我是觉得自信心的建立 就已经是相对应是有一定的效应了 因为我之前看过有同学 其实对自己的能力 完全没信心 但自从他考过之后啦 他其实慢慢把它是可以的 所以后来去面试的时候 人家问他 他又比较能够讲得出所以来 也比较有信心 也觉得我走这条路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然的话 其实说真的他没有信心 他觉得说 我到底可以不可以 一直在怀疑这件事情 那因为你有怀疑 所以你学习 你就越 越没有那个task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也许你是 可以有一个目标 OK 这边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304这一题 先想想看